全國特律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鷹 我是運動達徐志偉 昨天晚上大家都在看FED主席 要講什麼話對不對 我記得我在前一天 就昨天嘛 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講的 將在五月暫緩升息 銀派官員給暗示 就是說已經消息早就放出來了 對不對 結果咧 昨天什麼事 來結論在這裡 持續升息措辭不變 今年他直接講 很保守的講 不適合降息 然後軟著陸希望能存在 OK 然後這邊有三個重點 抗通膨還沒拿下生理 可是他已經有講了 他說坦誠 通膨確實有什麼 稍微減緩 喔 講得好保守 然後第二個重點 不適合這樣洗 第三個 軟著陸能有計畫 很多人在想 軟著陸跟硬著陸 有這麼嚴重 基本上軟著陸就是說 可能就在成長跟不成長中間 就在這個狀況 可能還有一點點成長 就是沒有衰退 那硬著陸就是衰退啦 你只要大概照這個概念就好了 反正基本上他說 我們維持不衰退就行了 好 重點來了 他說不適合降息 可是現在市場上的預估是長這樣 我前兩天分拿給大家看 就說 二月份升一碼 三月份再升一碼之後 就停下來了 然後呢 可是市場上預估怎樣 喔 可能怎樣 十一月會降回來一碼 有沒有看到 我說 或許 他可能今年就不降了 然後一直等到明年再說 應該是這樣 不光是一個 他承認說 我們通膨終於有看到減緩的跡象 光是這一點 美股就大漲了 來 美股 美股就大漲了 從道瓊到肺半 肺半居然漲了5% 你說這個漲5% 台股怎麼跌啊 對不對 漲最多是誰 AMD NVIDIA 哇 暴漲 誰的客戶 台積電 既然如此 OK 怎麼跌 很難跌 然後我一直提醒大家 我說 很多人看 現在經濟明明就很不OK啊 怎麼台股一直漲 一直漲不停 我已經提醒大家了 答案就在這兒 外資連十二買 金額史上第三高 我記得我那時候從11月我們開始起漲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大家講一件事 大家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漲啊 我已經提醒你很久了耶 為什麼會漲 來看一下 這個是今年1月5號到現在 你只看到有一天沒有買賣 沒有沒有 就是買賣幾乎一樣 其他呢 全都是買 而且還大買大買 有沒有 是不是都大買 2023年買超喔 就1月到現在喔 2335億 台股今年1月3號開盤到現在 漲了2458點 我說算一算 買1億就漲一點啊 好像還真正的剛剛好對不對 重點再來 我一直提醒大家 現在是資金行情 外資的資金行情 外資買它就漲 外資賣它就跌 12月不是跌嗎 外資賣900多億啊 對不對 11月暴漲 外資買1000多億 所以你說現在什麼行情 就看外資臉色而已嘛 我這邊還特別 把什麼 把台幣的匯率 跟我們台股的走勢來做個比對 來看一下 我相信應該每人這樣畫給你看 上面是台幣匯率喔 往下是不是升值 台幣是不是升值 那台股咧 往上是往上漲啊 OK沒有問題 台幣只要升值 台股交易指數就往上漲 然後一停下來 台股也停下來 有沒有有沒有很剛好 然後咧 這邊停下來之後 它是不是就在那邊晃 然後繼續升值的時候 要繼續漲 所以你也看得出來什麼東西 我說你沒有去比對 你不知道 到底台股在漲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資金湧入 不是嗎 資金湧入 台灣 這個資金 真的是所謂的外資資金 來來買股票 所以外資買超台股就一直漲啊 這樣你就搞清楚了吧 然後今天有個消息啊 來看一下 什麼消息 歷年罕見官股一月大提款 哦我說 他們終於怎樣 你要互盤 大家想一想 你要互盤要不要錢 要 官股銀行並不代表說 它的錢是源源不絕的 不是喔 官股銀行它一定是受制於怎樣 要聽命於行政院財政部 OK 財政部下個指令 我們要互盤 不能讓這個盤跌太多 那它要幹嘛 買股票啊 那股票怎麼買 當然是從 自由資金裡面拿出來買啊 對不對 好 那既然要互盤 那要不要錢 當然要嘛 那它之前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 對不對 那現在終於有賺錢 要不要賣 當然賣啊 這不是很正常嗎 那賣怎樣 它就慢慢出脫嘛 為什麼 因為它要為了之後 的互盤做準備 它沒賣哪來的錢 它一直買 總會買到乾的時候吧 哇你不能叫我一直這樣買 我銀行沒那麼多錢啊 對不對 它總有一個 準備率的問題 好 所以說這邊 關國銀行賣是正常的 不要想太多 那我昨天是不是提醒大家 我說台股現在什麼狀況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我說現在是 本來是怎樣 昨天是不是沒有突破 就頭肩底 我不是跟大家說了嗎 頭肩底 然後呢 昨天還沒突破 今天居然一下子給你站上 收在15595 有沒有看到 然後重點在哪裡 最高來到15602 哦 厲害 可是本來老是就是樂觀的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手上那麼多股票 那為什麼會樂觀 我這邊提醒大家一件事啊 你怎麼看盤 你怎麼知道這個盤要漲要跌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有沒有看到族群在輪動 這個很重要 我昨天拿了一個最強勢的族群 是哪一個 這是昨天哦 昨天最強勢是不是IC設計 哇 我說漲停板 光是漲停的12345家 9%以上的6家 我說 他們就具有代表性 他們就是一個族群 他們不一定 是某些番 就是某一些產業 或者某一些類別的IC設計 不一定都是同樣的 對不對 有的是觸控IC啊 有的是什麼 OK 不一定 可是他們是同樣屬於 IC設計這個領域裡面 這沒有問題 好 同樣這個領域漲停板那麼多 它是不是一個族群 是 今天呢 來看一下 今天漲停板的還是這麼多 看到沒有 12346檔漲停 7檔9%以上 它是不是已經成型了 成型什麼 就整個族群是強勢的 對不對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族群很強 我說我之前一開始開紅牌的時候 就已經提醒大家 應該說我在春節期間 就提醒大家 半導體對不對 還有呢 政策導向近零碳牌的 這一些股票 有沒有漲 還漲不少 前三天 短短的三個營業是漲了19% 這樣不夠多嗎 對不對 如果你有留意看老師的節目 你看得到 到底是什麼股票 來 另外一個 今天還有什麼 還有之前開紅牌 當天我就跟你講 這個要留意對不對 電動車車用電子 今天還是你看 漲9%以上有三檔 兩檔漲停板對不對 然後呢 6%以上的這麼多 你說它是不是個族群 它絕對是 然後今天還有另外一個 更厲害 什麼東西更厲害 今天有一個新聞啊 好像是 台北國際電玩展 2月2號開始 結果今天漲了什麼 之前大家耳熟 能想那些電玩廠商 沒什麼反應 今天漲最兇的居然是這個 看一下 元宇宙概念古 哇 漲停板 1 2 3 4 5 6 6檔 漲停板 9%以上8檔 我說這個就是一個族群 看到沒有 如果說你在像去年10月之前 那個下跌段 你是不是很難看到 有一個族群可以這樣子漲 沒有啊 可是現在不是耶 現在是整個族群 哇 大家一起來 然後有不同類別的 你看 各有代表作 你說 哇 那個 某一檔股票漲停板 那個個股表現 不形成族群 不算 所以你要看 你要留意 它是不是一起漲 不是一起漲的 那個行情就很難持續 像這種一起漲的 才有機會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跟大家分享 後半段的部分 運達頭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歡迎歡迎我們旗鼓雙贏 所以你要搞清楚 什麼樣的行情你可以做 什麼樣的就看看就好 說現在行情可不可以做 來看一下 我在開紅盤這一天 開紅盤這一天 已經跟你講 跳空過反壓 有沒有 然後帶領收長紅 收最高 我說這種狀況 就是一個真突破的機率高 我直接告訴你了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 今天在創新高 而且有可能出現什麼 長期大底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 OK 我們手上股票 也都有表現 我也告訴你了 所以你看得到什麼東西 你看得到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說 這個時候可以買 然後這個時候還可以買 是有條件的 條件出來了 不要太猶豫 該買要買 對不對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說我那天買了什麼股票 來 我們那天買了什麼股票 來 這一天 我說車用電子 一粒電算 也算代表了 受惠中國車市成長機 抬頭前戲 出貨網 而且它本來 你看之前跌這一段 一個月 剛好12月一路跌 到怎樣 開1月30 開紅盤當天 帶亮長紅 有沒有 我那時候還跟大家分享 我說你去看一下 看一下什麼 它的營收 一路往上爬 然後呢 獲利呢 獲利跟毛利 全部都是往上提升的一個狀態 它是不是個機油股 是啊 它是不是可以買 只是你要觀察什麼時候買 像過年期間我跟大家分享 第三代半導體 跟大家分享的 什麼 這些 跟電能相關 智慧電網的 這些標的 我是不是已經提示過大家了 如果你有看 你光是這三四天 搞不好都已經賺十幾%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剛講 好這一檔 以利店 前兩天休息一下之後 今天再帶量再往上繼續漲 OK 看到沒有 好 可是你看它留一點上影線 為什麼 因為之前這一區 總是有套牢的 所以它會消化一下 問題是現在行情對不對 行情是對的 不是嗎 因為行情對 而且什麼 而且我一直提醒大家 我說開紅盤當天 我是跟大家講 我那天跟你跟大家分享 特斯拉暴漲45%對不對 就在我們休假的時候 好 暴漲45% 其他的 我們台灣的車用電子都沒動 跟電動車相關都沒動 那怎麼辦 有沒有機會漲 當然有 所以我那天就已經跟大家分享 我說你看車用電子這些族群 從禮拜一到今天 是不是都還很強 看到沒有 對不對 這樣子的行情才會持續 我前幾天一直跟大家講 我說盤要長 一定要 肋骨要輪動 半導體 OK IC製造休息 沒關係 設計出來 設計強成這樣 IC設計 好 那還有其他的呢 我說 風電 這些重電器 這種廠商 現在是不是休息一下下 問題它很弱嘛 也沒有耶 是不是還在漲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不用太擔心 因為行情已經在跑了 現在 我直接提醒你 除非你看到外資 有買轉大賣 什麼叫大賣 100億以上才叫大賣 賣不到100億都只是 調節而已 你看到哇 一天100億你就要留意了 第二天又賣上百億 哇 你就準備要跑了 那時候你都來得及了 不用擔心 OK 可是現在行情 是不是持續中 是啊 而且我已經跟大家說明了 我說1月30 是不是啊 台子期 副台子 結算日 好 結算後2月行情開始 現在是突破哦 所以2月基本上不看壞 你要好好把握 既然不看壞 就漲的機率是高的 那現在行情你看 你光是看這些類股 你就知道 只要類股在輪動 比如這個柴火正在燒 就還有機會繼續漲 就不要錯過 那我們今天有朋友來問這一檔 怎麼辦 我說聖達 聖達應該怎麼賣 應該都還是賺了吧 對不對 我說之前跟你介紹的時候 他已經創新高了嘛 對不對 好 那創新高現在怎麼辦 我說現在只是高檔 橫向整理而已啊 他在漲的機率還是很高啊 對不對 那如果你擔心的話 就減碼一下嘛 除非你只 現在就算你買一張 只買一張好了 你也可以賣 變零股也沒關係嘛 因為盤中也可以交給零股 對不對 所以不用太在意 如果你擔心 我相信你現在賣應該也沒有賠錢 應該是賺錢的 對 OK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 說明一下我們這兩天的起貨操作 我們這兩天做多 昨天等到收盤前來進場 怎麼說 來 那時候已經到1點10分了 這1點10分 好 下午1點10分 昨天下午1點10分 我們那時候 我老師在那邊看等半天 因為早盤 你看9點多 一直在那邊晃晃晃 高點一直在這兒 不過 對吧 15360 一直到它突破的時候 來 買進兩口 停損15325 等於說一口最多賠35點 兩口最多70點 加一加 很多人做期貨很害怕 原因是什麼 老師我聽到那個做期貨都賠很慘 然後被追腳 然後被追腳 來看一下老師的操作 來 在進場的當下 就直接告訴你 停損怎麼設在哪 有沒有 我這樣一口賠35點 你會賠到需要追腳嗎 應該不可能吧 對不對 應該很難吧 好 那我們進場以後 來看一下後面怎麼樣 因為我們 在一點多才進場 進場沒多久 哇它真的漲了 在動有沒有 漲了以後 最高來到15402 等於說我一口最多最多賺42點 好 可是重點是 我本來希望能夠繼續報 可是因為快收盤了 我們要降低 我們有賺錢 先停利一口 15350 等於這一口先賺個30點再說 好 就當沖了 已經沖掉 留一口就好 而且你已經賺30點了 等著 等著幹嘛 看有沒有機會賺更多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它就收盤了 來 注意看它就收盤了 收盤之後呢 我就另外 這時候3.28就下午盤開盤了 開盤我就說 我們還是要設好停損 停損是哪 15330跌破出場 15330 結果最低最低 盤中本來一路衝154都要到430左右 對不對 450 好 好 最 0成3點給你跌到15330還真剛好 欸 剛好沒破 剛好點到 我說也太準了 然後就一路就往上 開盤之後 就是另外一個 結果 結果呢 它就一路怎樣 開盤後 來 9點4分 因為它就是高檔 我就直接射15470跌破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之前 4點多 衝上去對不對 回檔 是個支撐 下影線上去 不跌 比如說它形成一個所謂的平台區 結果呢 到9點多的時候跌破 好吧 跌破就出場吧 我們這一筆 這一口單 賺了110點 所以我們這一筆單 總共賺了140點 老師已經在這邊分享很多筆了吧 OK 重點在哪裡 我們停損的幅度都不大 一點點 好 3 40點 差不多吧 可是你有機會走到 賺到後面的一個波段的行情 有沒有機會 絕對有 對不對 老師的做法是什麼 當衝波段階段戰法 對不對 波段行情當衝買進 獲利後再留波段單 以最小的風險做最大的獲利 你這樣子你有機會抱到後面賺大錢 就算是OK 我們做 好像不是很順的時候 哇 虧損 的幅度也都不大 所以說你不用太擔心 跟著老師做期貨 是低風險 如果你覺得這樣做 你會比較安心的 歡迎掃描QR Code 或來電諮詢 比較快 千萬不要錯過了 如果說你有任何的疑問 也歡迎來電訊問 謝謝大家 本投物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